這個一次微分的圖形 然後要問你什麼時候 就是它原本的圖形y等於fx 什麼時候是地增 什麼時候是地減 還有它的那個 凹性 然後再來是最大最小值 還有反曲點 然後最後要你畫出它的 那個 原本的函數圖形 然後首先 A是講 A是讓你找出它的 地增地減 那地增地減就看它一次微分的 正負號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這邊 就省略 就看它的 正負號 然後B小題 找 那即時 那即時 我們都是先去看它的 critical point 所以先去找出 critical point在哪裡 那critical point是 一次微分等於0或沒定義 所以是2 4 8 這是等於0 6是沒定義的 空點 所以是2468 那如果是 極大值 極大值表示它是 先 地增 再來 地減 所以 2468這幾個點 哪一個是 先地增再地減 就通過這點之後是從 它的函數是從正的到負的 就是2跟 6 6的左邊是正 6的右邊是負 所以 Loco Maxima 是在 x等於 2跟6 然後 相反的 Loco Meshima 相反Loco Minima 是在 一次微分圖形從 負的 變成正的那一個點 就是4跟8 然後再來看 什麼時候會凹像上 凹像上就表示 二次微分是正的 那二次微分是正 表示一次微分的 圖形是 地增 所以 凹像上 你就去看它 一次微分的圖形 什麼時候是地增 這樣可以嗎 那 一次微分地增 就是在 3 到 6 還有 6到 無雄大 那 凹像下 就是另外的 地減 地減的情況 0到 3 那 反曲點 反曲點 就是看它 凹性改變的地方 那 凹性改變就是 地增變成 地減 的那個點 或者是 地減變成 地增 這邊是地減到 x等3 改成地增 所以 3這個點 它的凹性改變 所以 反曲點 是 就是 落在 x等3的時候 是 反曲點 然後 另外一個轉折 可能是 有可能會在 6 這邊 但是6它的左邊是 地增 右邊也是 地增 它只是沒定義而已 所以 6這個點 並不是反曲點 這樣 可以嗎 然後 最後一小題是 畫出 一次尾分的圖形 然後 它跟你講 它的 一開始的設定 它是 講說 它通過 00這個點 函數圖形 過00 起司點是00 好 那 s變 開始變大的時候 它 斜率是 一開始是正的 正的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小到 x等2的時候 斜率變成0 所以 到x等2的時候 它的 瞬間斜率是 水平的 所以它的圖形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按照它的 一次尾分的 正副畫 來看 地增地解 然後從2到3 它也是 地解 越來越小 但是到 3到4 它的 寫率由 負的 越來越大 逼近0 所以在 4的時候 它有一個 一次尾分等於0 的 水平切線 所以按照 這個規則去畫 到6 到6的時候 它的斜率是到 到達最大 最高的地方 然後 一過6 它的斜率突然變成 負的 所以它這裡是 就是一個尖尖的點 然後 負的一直到 x等於8的時候 它會有水平切線 然後之後斜率再 越來越大 所以圖景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x等於3 是反曲點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 注意看後面的題目 那有一些是類似的 剛才一開始講過了 類似題我就不講了 我們下一題來看 跳到第45題 一開始要去找這個函數圖形的 先進線 好 那你先去看 x趨進到無窮大 或負無窮大 它有沒有趨進到某個固定的字 也就是它有沒有水平切線 好 它這是第二章的東西 很明顯 它的 這個limiter x趨進到無窮大 它會怎樣 y等於1 y等於1 就是一個水平切線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來看 它是分數型 所以它分母有可能會不為0 那分母 分母有可能會等於0 分母等於0的那些點 就有機會產生 垂直接近線 呈現 因式分解 分母等於0的時候是 x等於正負一 所以你看 從一的 右手邊趨近 從1的右手邊趨近 分母會逼近0 但是他的正負號呢 右手邊趨近的話這個是負的 正 所以他是 逼近到負無雄大 從1的左左邊趨近 直接看這個就好了 分母 分子一定是正的 然後分母1-1還小的數字 所以是正的 然後逼近於0 所以他是0分之1 0分之2 他是正無窮大 所以x等於1 就是一個垂直漸進線 所以x等於1 那這只有看x等於1的時候 x等於-1它有類似的結果 從-1的左手邊趨近 跟從-1的右手邊趨近 一個是趨近到無窮大 一個到-無窮大 所以同理 s等於1 x等於2 x等於3 x等於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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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是幫助你去畫他的圖形會比較好畫 因為你知道他到無窮大或是 去進哪一個點的時候他圖形是怎麼逼近的 所以 BCD小題就是跟前面的做法一樣 就舉一次為分等於0 二次為分等於0 第一到第一小題都可以一起做 就是找 一次為分等於0 找出critical point 還有二次為分等於0 解出這兩個節 之後去畫上禮拜所畫的這種標格 這樣就可以畫出他的圖形了 然後他最後圖形我畫一下 這是 1小題 1 Gym x等 這邊 這邊 shell 這個趨勢向烏雄它是負一 是它最大距離四方的那個係數比 它是負一 所以Y等於負一是水平漸進線 所以圖形分成三個部分